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独播文化出版公司 在他们所编的 日本推理大师经典当中 最近出了横钩正史的夜行 藉由这本书 其实重要的是 为大家介绍 并且让大家可以接近 日本推理小说当中 非常重要的 这位大师横钩正史 在独播文化的书里面 收录了傅伯先生 所写的导读 藉由傅伯先生的导读 我们来认识一下 横钩正史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在日本的文学史 尤其是日本 推理小说的历史上面 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同时呢 我们也来探索一下 来思考一下 这样的推理小说 我们今天在阅读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得到 一些什么样的乐趣 给我们一些 什么样的文学 或者是人生的启发 横钩正史 他出生在1902年的 5月24号 出生地呢 是神户 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就阅读了 当时的一个作家 三金木村尹 他所写的古城的秘密 这个古城的秘密呢 在当时是属于 所谓叫做 方案推理小说 早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日本呢 就出现了这种小说 这是保留欧美文学作品 原来的故事情节 但是把它加以改写 改写呢 把时空背景 搬到日本 把登场的人物呢 改成了日本人 所以本来是欧美小说 但是经过改写了之后 看起来 好像是日本小说一样 这叫做 方案小说 所以 古城的秘密 就是这样的一本 方案推理小说 横钩正史 就被推理小说给迷住了 1915年 他进了中学 考进到了神户 第二中学 他认识了一个同学 西田德仲 也是推理小说迷 所以呢 就更急一步刺激他 两个人就开始去逛书店 去找各种不同的 欧美推理杂志来读 等到1920年 中学毕业 他先是进到了 银行去上班 可是呢 这一年 他的好朋友 跟他一起看 推理小说的西田德仲 却在这么年轻的年纪 就去世了 因为 同学去世 横钩正史 就认识了 这个同学的哥哥 西田正志 那西田正志呢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写 推理小说 而且呢 在当时的一本杂志 新青年杂志上面 参加比赛 得奖 横钩正史受到这样的刺激 所以他开始写他的 推理小说 也投到 新青年上面去 1924年 他又从药砖毕业之后 他回家 帮忙父亲 所经营的药店 业余开始写 推理小说 到了1925年 他跟西田正志 去会见了 在日本 推理小说史上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 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江户川乱部 在江户川乱部的 引戒底下 加入了当时 推理作家 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叫做探真趣味会 然后呢 就展开了 积极在新青年上面 发表作品的生涯 新青年是战前 非常重要的杂志 后来改名改版 变成新趣味 到了1923年停刊 不过到了1931年的时候 另外有探真小说 继承 这样专门刊登 推理小说的精神跟内容 横钩正史 在1932年的7月 他呢 变成了专业作家 1933年呢 他因为肺结核而渴血 这个时候 暂停了 推理小说的写作 他跑到了上周访 去疗养 在疗养的过程当中 也就改变了 作品的风格 开始写 模仿江户时代 草双子趣味的 大众读物 这个草双子呢 是江户时代初期 图文并茂的 大众读物的总称 因为内容用封面 分成红本 黑本 青本 黄本 这四种 里面呢 有讽刺的 有古迹的各种不同 轻松的系列 这个时候 横钩正史 大量生产 这样的作品 可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所以呢 1939年之后 日本政府就禁止 搏来的推理小说 所以横钩正史 又有了机会 再度转回到 推理小说 因为推理小说 这个时候 有本土的市场 就这样经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了 1945年8月 中战 变成了废墟的日本 一切从头开始 因为大战结束 1946年 就出现了 新创刊的 推理杂志 有五种之多 所以就表示 在战争结束了之后 即使物资 非常的贫乏 印刷纸张不足 杂志都不见得 能够定期发行 可是呢 都可以有 这么多的 推理杂志 有很多人 需要借由 推理杂志 来摆脱 来发泄 这样一种 苦闷的生活环境 这个时候 在雨后春春般 兴起的 这些推理杂志当中 最后呢 拥有最高 影响力的是 宝石杂志 宝石杂志的创刊号呢 就让横钩镇时 开始撰写 连载小说 这部小说 叫做 本证杀人事件 也收入在 独步出版公司的 日本推理大师 经典作当中 本证是江户时代的 高级人士 居住的 驿站旅馆 那能够经营这种 驿站旅馆的 都是当地的名人 明治维新之后 本证呢 不一定继续营业 不过呢 只要牵涉到 本证的经营者 都一定是 当地的豪门 这本证杀人事件呢 把背景 放在1937年 岗山县 某一个本证当中 叫柳家 这个户主呢 是57岁的夫人 这个夫人 生下了三男二女 这一天 是他40岁的长男 举行婚礼的时候 婚宴之后呢 新郎跟新娘 进了洞房 这个时候户外下着雪 可是凌晨4点15分 却从洞房里 发出新娘的尖叫声音 那洞房呢 锁着 用人不得不破门而入 却发现 新郎新娘 都已经被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密室 而且这个时候呢 外面下雪 雪停了 但是雪地上 看不到任何的脚步 又变成了 另外一个密室 也就意味着 这个时候 在屋子里面的人 没有人令和离开 凶手应该还在屋子里 这是双重密室 用这种双重密室的构想 写下了本证杀人事件 那谁来探案呢 这个时候 在东京开业侦探事务所的 金田一根柱 金田一根柱 从这里上场 从此之后就变成 横钩正石 在他销售里面 最重要的侦探 因为他刚好到 岗山来拜访恩人 所以他就参与了办案 他勘察犯罪现场 跟庭院之后 逻辑地展开了 他的解明 那从本证 杀人事件之后 就诞生了 后来被称之为 叫做早期 日本推理小说的 三大名探 另外两个名探呢 是江湖山乱部 所塑造的 明治小五郎 还有呢 高木冰光 他所写的 神经公解 这三个人 都是早期 用职业侦探 社会角色 所写下来的 那在 本证杀人事件 就开始上场了 金田一根柱 金田一根柱 在横钩正石的笔下 有非常详细的生平 他1913年呢 出生在日本东北 阎首县 香村里 他在圣钢中学 毕业了之后 怀抱着大志 上到东京 寄宿在神田丁 在某一个私立大学 念书念不到了一年 但是呢 却对日本的大学教育 感到失望 放弃了他的学业 去了美国 到了美国之后呢 美国好像也不是 他想象中的 那样的理想社会 他在餐厅里面 打工洗碗 过着非常无赖 也无聊的生活 由于好奇心 又被毒品吸引 吸毒成瘾的 金田一根柱 在偶然的机会当中 解决了在旧金山 发生的日桥杀人事件 引起当地日本人注意 成为英雄 在钢山金银果园 非常成功的酒保营造 因为想要扩充事业 到了美国 在日桥聚会上 认识了金田一根柱 是他劝金田一戒毒 并且资助他去大学念书 这就是本镇杀人事件 为什么金田一根柱 会跑到钢山的重要的背景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继续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台燕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守护他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洒冷整个夜晚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继续收听 杨造坦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日本的推理经典小说作者 横钩战士 他所写的夜行 这部小说 刚刚由独步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了中益的新版 借由这个机会 是要为大家介绍 横钩战士 以及他所创造的神探 金田一根著 在夜行的这本书里面 让金田一根著 到了书的进行道的一半 才上场 可是他上场 也就有非常特别的形象 这本书的第一人称 叙事者 这个时候他仍在火车上 他说 我的视线 从窗外 移会车内 环视周遭 这个时候 有一个男子 正好跟我四目交接 这个人 年约三十四五岁 有一张 随处可见的平凡脸孔 因为列车拥挤 而变得皱巴巴的 臂肌部和服 搭上了年代久远的 老旧裙裤 略显着肮脏的 软衣帽下面 露出了蓬乱的头发 那模样 实在一点都不撑头 而且个子矮小 相貌平凡 甚至可以说 平凡过头了 简直就是一脸穷酸 我对这个人的第一眼印象 还以为像是那种 偏僻地方 相公所里面的办事人员 不过 这名男子的眼神 令人在意 他浑身上下 就属那一对眼睛 特别清澈明亮 不只清澈 而且蕴含着一种 特殊智慧的光芒 还带着 微微的一丝暖意 一点也不给人 冰冷之感 显得沉着冷静 当我和他 四目交接的时候 这个男子呢 似乎想对我微笑 但在那个之前 我抢先一步 一看了我眼光 隔了一会儿 我又望向他的时候 这个男子呢 头往后靠 静静地合上一眼 我也就此 忘了他的事 所以接下来 列车呢 到达了目的地 他下了车 可是就在下了车 准备要转座上 来接他的牛车的时候 突然后面有声音说 请教一下 我转身回头望 是刚才那一脸 穷酸样的男人 然后呢 跟他一起的 另外这个人 叫做直记 就问说有什么事吗 然后这个人就问说 你们该不是要前往 鬼手村的古神家吧 直记说 没错 他就说 那这样最好 我也正要去古神家 如果染味方便的话 可以让我一起 坐你们的牛车吗 啊 要到古神家 你是 然后这个人 就直接对着直记说 我是你爸爸请来的 你就是先时直记先生吧 你旁边这一位 应该就是乌带银太吧 这是我的名片 这一位不可思议的男子 递出的名片 上面呢 只有五个字 其他什么都没写 就是 金田一根柱 金田一根柱 是一个这样不起眼的 一个神探 而他在横钩证实笔下 他所遭遇 他所探的案 通常都发生在这种 古怪的家庭里面 对于夜行这本书里面 需要发生的案件 在小说里面 也是横钩证实 典型的风格 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他说 他用这个叙事者的第一人称 跟大家说 我先要向诸位读者声明 接下来要说的 是惨绝人寰的连续杀人事件 这确实就像古代绘本故事一般 是充满了鬼局恶梦 邪义又歹毒的杀人事件 甚至能从中感受到 仿佛血脉诅咒般的古老气氛 正因为它是这般诡异的事件 所以它的由来也同样既深远又复杂 憎恨 贪欲 不伦 迷信 嫉妒 所有黑暗的要素紧紧交参 原本勉强还能维持平衡 但最终仍旧压抑不了 就此爆发 看称是悲惨绝伦的杀人事件 要探寻这起事件的开端 还得追溯那复杂又遥远的过往 这就是恒沟正史 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的 推理小说家当中脱颖而出 而变成了一个经典作家 写出了这些经典推理小说的 重要的元素 因为他写的 虽然是现实当中的凶杀案 但他总是把这个凶杀案 放到日本历史上面 尤其是地方历史上面 阴暗的过去 让人从案件当中 联系到日本的历史 联系到日本的民俗 尤其是联系到家庭里面 所暗藏的各种不同的黑暗 当然恒沟正史能够变成经典 他所创造出来的 经典一根柱 如此的迷人 也是重要的元素 恒沟正史塑造了一个 推理能力超人非凡 可是关键重要的 另外一面 他的人格 却非完整的英雄 所以让读者 对于这个经典一根柱 有亲切感 他告诉我们 他创造他的绅士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当中 经典一入伍 到中国 到菲律宾 到印尼 等地方 都曾经打过仗 1946年 他才复原 回到日本 所以战后 经典一根柱 就有了其他的探案的历程 战后的恒沟正史 跟战前 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他专注的 把自己当作 经典一根柱 传说的作者秩序 他替经典一根柱 写了将近80个探案的故事 其中有20个 写成了长篇 当然也就看得出来 恒沟正史这个时候 他的创作力 非常的旺盛 所以他的代表作 也就集中在 经典一根柱的探案 本镇杀人事件 这是经典一根柱 登场的第一个重要故事 接下来 1947年 他写出了 玉门岛 玉门岛描述的是 经典一根柱 刚刚从战地回来 9月呢 他在东京都心 在世古 替战死的战友 解决了战前所发生的 无头公案 9月下旬 他到赖户内海的离岛 这个离岛本来就有一个 神秘 奇怪 黑暗的名称 叫做玉门岛 这是因为他在回国的船上 受到生了重病 即将要死亡的战友 叫做 鬼头千万泰的署托 千万泰呢 是鬼头家的长男 他有三个妹妹 一个是月代 一个是雪姿 一个是花子 经典一根柱 在前往玉门岛的渡船上 就认识了一个 千光寺的了然和尚 从了然和尚的口里面 得知道 这个鬼头本家呢 这有很多奇怪的 曾经发生过 很多奇怪的事情 到了10月5号 在玉门岛上 举行了 经典一根柱 他的战友 鬼头千万泰的葬礼 就在葬礼之后 他的妹妹花子 失踪了 晚间呢 发现他的尸体 被吊在 千光寺庭院的 古梅树上 接下来 他的另外一个妹妹 雪姿被杀了 尸体却藏在 放在路旁的 塔吊中里面 还有 最后一个妹妹 剩下 第三个妹妹 最后一个 月代 也被杀了 他的尸体 周围布满了花瓣 松手 为什么在杀人之后 还要这样 布置尸体 这就变成了 连续杀人事件的谜团 今天根柱 破案 最重要的线索 只有非常非常日本 而且联系到 日本的历史 日本的传统 是来自于 排剧 所以他不只是 奇怪的 神秘的地方 所发生的命案 这是少见的 排剧解谜杀人事件 借由这个排剧 解开了 不只是凶手是谁 而且呢 他的动机是什么 到了1951年 又另外有一部杰作 这个杰作叫做 恶魔前来吹笛 那是设定在1947年 东京营作的 一家珠宝店里面 发生了大量毒杀事件 前天后后 一共有十个人被杀 然后在这个当下 恶魔前来吹笛的 这首曲子的作曲者 叫春音辅 他失踪了 4月14号 发现了他的尸体 被认定是自杀 几天之后 春音辅的女儿 春美迷子 带着音辅的遗书 来拜访金田一跟著 并且告诉金田一 他认为向警方当局告密 说 这个银楼毒杀事件的凶手 是春音辅的 就是住在村公馆当中的某一个人 所以接下来又有了一连串的命案 我们看横钩正史 他的作品的杀人动机 很多都是跟血统血缘有关 用这种方式 横钩正史写的 就不是单纯的解谜推理小说 而他接触到日本的传统 日本的历史 日本的传说 而且更重要 他塑造了一方面 非常阴暗的这些凶暗的背景 另外一方面 又对照着 让金田一跟著 以他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 把在这样的环境里 摄入了一道不可逼时的光芒 最后让黑暗能够排除 让真相能够大白 横钩正史的这些经典小说作品 今天我们读来的时候 都还可以在这样 阴暗跟光明的对照底下 得到乐趣 同时启发思考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欢迎订� enemmän 最新节目搜寻